詐騙啊 洗錢 造成了無數人受害 在這整個詐騙洗錢產業鏈裡面 一個過去一直被忽略 我們的金管會去年說 要仰賴這個虛擬資產平台的工會 這個是黃天目嘛 去年是不是這樣講的 金管會要納管 然後出台VASP指導原則 結果搞了半天出了什麼事啊 VASP籌備小組 靈魂人物 自己是詐騙集團的首腦 這就是我們的金管會啊 要業者自律 成立工會 結果工會的靈魂人物 正是詐騙集團的首腦 這一路走來 法務部認為金管會的政策是不是錯誤 有沒有重新檢討的必要 到現在還在尊重喔 搞成這樣還尊重喔 來看一下事情有多嚴重啊 王牌交易所 乍七洗錢二十幾億啊 二十幾億啊 前一陣子 終於起訴了 我整份起訴書看完啊 我不可自信啊 我為什麼不可自信 今天要談虛擬貨幣 來我先具體請教 詐欺所得 成立的公司 是不是不法所得 這一些不法所得 要不要列入沒收的範圍 來請教市長 犯罪 前置犯罪所得當然是這個詐欺所得 他有可能會涉及到其他的 像 這一些 在洗錢網絡裡面的公司 負責人 實際的行為人 應不應該被訴追 各位報告 那 這個案子把台北地檢署已經 他已經做部分的癥結 相關的案子 相關的案情如果涉及其他犯罪 那本不相信台北地檢署會做後續的偵查 會做後續的偵查齁 麻煩齁 然後 市長 回去一下 提醒台北地檢署喔 我看完了以後 我非常的納悶 地檢署的起訴書認定的犯罪事實 來 看清楚喔 王牌交易所 四個祖賢 潘一張 林耿洪 林若喬 王承煥 下面 詐欺二十幾億 層層的 不法所得 透過這些公司 洗錢 洗到下面 有一家叫移賺股份有限公司的 董事長謝欣穎 被起訴了 不法所得 留到這裡了 但我看起訴書很奇怪 怎麼移賺股份有限公司 就輕輕放掉 在洗錢網絡裡 行為人要不要訴追 不法所得 要不要沒收 是怎麼樣 偵辦到這家公司 發現背後 有綠色媒體集團 當重要的股東 一起參與其中 輕輕放下 是這樣嗎 請教市長 各位報告 我剛剛已經說明清楚了 那台北地檢署 他就他的起訴的事實來講 當然如同委員的PPT上所載 他只是起訴 他現在目前認定的事實 那至於有沒有其他的犯罪事實 我們相信台北地檢署 他應該也一定會繼續來追查 謝謝 我講話有意思意啊 我邀請市長 跟我們所有法務部的長官 回去看這個起訴書 他就在起訴犯罪事實裡啊 問題是他在起訴犯罪事實裡 在談到不法經流的時候 在追究刑事責任的時候 碰到這家一傳公司啊 登記在三立集團大樓裡面的一傳公司啊 談都不談欸 談都不談欸 為什麼這件事情可惡 來 我跟市長講 有很多人會受騙 大家都在想說 哇 這個王牌交易所 他發行的虛擬貨幣 在這個平台上面交易的虛擬貨幣 是不是真的貨幣 大家就會在網路上面去收行資訊嘛 結果收行資訊以後發現 哇 這個交易所好棒棒 這個虛擬貨幣好棒棒 這麼多新聞幫他吹捧 幫他拉抬 非常的有前景 結果搞了半天是什麼 內容農場啊 還是詐騙集團養的內容農場啊 民生頭條 Potato Media 上面講什麼 CSO全球最大web3.0社群平台Potato Media CSO垃圾幣 拿來詐騙用的垃圾幣 NFTC 是小貝爾社群平台代理的貨幣 NFTC 也是垃圾幣 拿來詐騙用的 結果呢 內容農場 主權 犯罪組織成員 在外面成立民生頭條 Potato Media 化名記者 撰寫虛擬貨幣的內容 空洞 欺騙消費者 騙一堆無辜的人 上這個平台上 去買他的虛擬貨幣 如果是內容農場的 一定要速追嘛 對不對 各位報告 從台北地點署的信用稿及起訴書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相關 這個委員所提到的相關的媒體記者 他有用涉嫌散佈假訊息的共犯起訴了 好 你說相關的人都共犯起訴了 我的問題是有嗎 有 部分的所謂的假媒 有嗎 真的有嗎 從他新聞稿裡面 部分被起訴了嘛 那其他的人呢 其他部分就是從我剛剛講 放掉嗎 沒有 包圍絕對不會 可以放掉嗎 包圍絕對不會 來我們繼續啊 再往下看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詐騙集團 散播了假新聞嘛 來看一下 江建良 李彥南 一個是什麼 三例節目的 製作人耶 而且他就是用這個三例的節目 Beeple 願望合夥人 把這個垃圾幣 透過詐騙平台 再推廣 右手邊這個李彥南 他也是一模一樣耶 幹一模一樣的事 就在我剛剛講的 那個洗錢犯罪網絡裡面 結果還不只是這樣 來看一下 這個三例的政論節目啊 竟然跟詐騙集團 所成立的假新聞平台 強強聯手抽黃金啊 這是他們的新聞啊 來看一下 完成三步驟 投票抽黃金 三例與Potato Media 強強聯手 我老天啊 Potato Media 就是我剛剛講的啊 那個詐騙集團的內容農場啊 三例跟Potato Media 強強聯手 可以這樣幹喔 來請問一下NCC 新聞台喔 新聞台喔 搞到成為幫詐騙集團 跟他們強強聯手 出假新聞 騙一堆人上車 NCC要不要追究責任 知不知道這件事 NCC知不知道 向委員報告 這個案件 我們現在才了解喔 那當然如果有涉及到說 違反強制規定 來我就具體的看嘛 我們的電視新聞台 跟Potato Media 這個被檢察官認證 拿來詐騙洗錢的平台 還強強聯手 抽黃金 剛剛法務部說囉 他們不是放水不辦喔 還沒辦到嘛 我們拭目以待 看檢察官 是不是遇到 綠色媒體集團 就變得軟趴趴 不敢辦 我們拭目以待 我今天相信次長 因為次長說 有的先一波solo 還有下一波嘛 我們拭目以待看下一波 但NCC 這件事情 知不知道 現在知道 現在知道 要不要徹查 新聞台可以這樣幹喔 當然有進一步 檢察官 這樣還不夠明確喔 這樣還不夠明確喔 我們會依程序來 來進行了解調查 要不要立案調查 需不需要 我們就依程序來進行調查 依什麼程序講清楚 不要講光話啦 這樣還不嚴重喔 NCC應該展現什麼態度 全民在打炸 痛恨詐騙集團 洗錢集團 竟然有我們的電視新聞台 涉入其中 非同小可 徹查到底 這才是NCC應該有的態度嘛 是因為人家背後 有黨政高層撐腰 NCC看到三立 腰桿直都挺不直喔 要不要徹查 我們會依法來進行處理 依法處理 今天才知道 反應這麼慢喔 來再看一下 詐騙集團 在三立開節目 推廣垃圾幣 出品的公司 出品人監製 有兩個 現在被起訴了 其他的還沒有追究責任喔 次長 有兩個被起訴了喔 其他還沒有追究責任喔 這個出品的印業科技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背後也有問題喔 然後還有三立新聞 幫詐騙的垃圾幣 在散播假訊息 我們過去一段時間一直在講 網際網路散播假訊息很嚴重嘛 對吧 受害的人很多嘛 電視新聞散播假訊息 幫詐騙集團 拉抬坐下 嚴不嚴重 請教次長 各位報告 如果他涉及 我們刑罰的規定當法部來處理 那如果涉及相關主管 部會的相關的主管法規 必須要主管機關 他來依照他 除了刑法以外還有洗錢防治法嘛 如果有過程洗錢防治法 當然我們講的 徹查到底喔 對 徹查到底喔 來請NCC 我們現在都在講說透過網際網路 搞詐騙一堆人受害 很可惡很嚴重 啊透過電視新聞直接散播嚴不嚴重 嚴不嚴重 要不要處理 是 這些報導 如果說涉及到違反 不是說我涉及啦 那檢察官起訴事實就 白紙黑字寫在那邊了啦 NCC這樣軟趴趴 難怪人家對NCC不信任嘛 遇到執政黨 遇到執政黨撐腰的媒體集團 軟趴趴整個快跪下去了啊 請回去 帶給所有七位NCC委員知道 當一天和尚 撞一天鐘 徹查到底